祝贺郭世强主教练带出了第二支辽宁队 带出了第二支能够争夺冠军的战队 老苏他的新战术呢 可以说先放了冠军的黑马战队的 那么刘维伟阳明主教练呢 接下来都要向老苏低头学习 为什么这么说 谈到这里呢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查一下点赞 感谢大家 咱们共同跟大家分析到呢 广州队最近的比赛 对战者冠军黑马战队 浙江队 对战者浙江队的比赛呢 没想到郭世强最后的五分钟时间 完成了大访烧 纠纷的数据呢 击败了浙江队 拿到了比赛的胜利了 所以说郭世强指导真的实力派 谈到郭世强呢 过去的比赛做出来的荣誉跟贡献 都是比较巨大的 那么郭世强指导为何这么强大呢 并且更值得一提的是什么 郭世强指导 他是把广州队 原本在世强呢 排名比较垫底 比较靠后 的一支鱼囊球队 给带了起来 简单来说呢 也就是咸鱼方生 郭世强指导真正做到了 把广州队带翻了 带了起来 目前来看呢 在最后的时刻呢 甚至还先放了浙江队 仿超了浙江队 拿到了比赛的胜利 谈到全场比赛最精彩的 也就是最后的五分钟 原本呢 广州队呢 是在八分的成绩 落后给浙江队的 大家都会以为呢 那么广州队输定了 郭世强指导呢 带不起来 没想到最后的结果呢 出乎意料 而相信郭世强 指导的大部分球迷呢 依旧是看完了全场比赛 依旧是比较认可郭世强 最后的郭世强呢 不负众望 郭世强指导拿出了真正的实力 最后的五分钟呢 居扬呢 拿到了15分的数据 而浙江队的这边呢 因为郭世强指导 他的战术布置 防守非常的严密 仅仅让浙江队五分钟时间 拿到四分的数据而已 那可以看得出来 郭世强指导 他的战术布置 到底有多强大了吧 很明显的 现在已经看得出来 郭世强正式带出了 第二支辽宁队的 相信呢 广大的球迷 都会认同一个观点 郭世强指导 他在辽宁队的时候 大家都会比较喜欢辽宁队 比较喜欢郭世强 因为郭世强 他不仅球风很正 球技 实力派 带得很出色 而且呢 郭世强人品也特别正 郭世强呢 他更多是一种 鼓励型的主教练 他在球场上呢 会发现 每一名球员的优点 他懂得去用人 懂得去安排 另一方面呢 在为人处事方面呢 郭世强人品 也确实 非常的值得夸张的 所以说呢 现在的郭世强 他来到了广州队 反而呢 使得很多球迷啊 又喜欢上了广州队 因为郭世强指导 他的到来 因为郭世强指导 他的指导 用人安排 确实很出色 如果大家真的 从球技层面 从人品方面 从安排层面 来观看比赛的话 你会发现 CB的队伍当中呢 郭世强指导 他的带队确实呢 很深得人心 确实呢 能够把广州队 原本呢 大家都知道 排名十几位的球队 排名十五位 开外的球队 带到了现在 排在CB的前八名 本个赛季呢 季后赛广州队 基本上文文锁定了 就连能够争夺 总冠军的黑马战队 浙江队 都被广州队给反超了 所以说呢 浙江队的主教练 刘维伟 那么另外呢 还包括了 现在辽宁队的主教练 杨明主帅 都要向郭世祥 指导学习才行 因为郭世祥呢 在球场上呢 确实很用心 每一场比赛呢 都争分夺秒 每一个球员呢 都被他挖掘出了优点 所以说呢 咱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嘛 那么阳明主教练呢 本个赛季要争夺总冠军 必须要向郭世祥 指导学习 浙江队的刘维伟呢 也同样的道理 同样呢 是作为CV队伍当中的 超强主教练 那么目前来看 郭世祥是排名第一位的 刘维伟 杨明 以及其他的主教练呢 都应当向郭世祥指导学习的 那么大家是否认可郭世祥 是否认同郭世祥 带出来的广州队 以及本个赛季呢 广州队会成为冠军的黑马战队 继续支持郭世祥指导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以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查一下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 咱们下期呢 继续跟进分享 下期